红法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浮道无伤是远逞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涨细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不愿醉润 金融达 还 mis 완벽 护贝 评论 古典 松轰 邻野 印尼四水一位短期出家的戒指 前天在家里跌倒就往生了 哎呦很有四杯哦 哈不够来 回向林瑞之 同生净土 所以最好就是说 对于往生者 如果家属问问他在做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放不下 如果知道这个要超度 就非常容易 当然如果能够 一个往生者 他到底在想什么 比如说超度军人 你知道军人死了在想什么 就是家人爱人 所以他就想这个而已 然后呢 就像你要带他回家一样 要带他回家 然后要跟他说 家人在等你哦 等等等等 这观想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家人长得怎么样了 但是就可以观想就对了 反正年轻的军人最想的就是女朋友 再来想的就是妈妈爸爸 然后就这样观想 观想以后了解他的心态 他比较平静了 再来就佛法的力量超度他 再来就是当然 要为他修一些功德吧 修一些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就像超度做太太儿 那你要观想就是爱他嘛 小朋友就是要你爱他 抱着他 喂他喝牛奶 给他玩具 给他穿衣服 亲亲他 小朋友就觉得妈妈很爱我 所以因为他需要你的爱 关怀他 然后呢 就给他秀秀秀秀 讲对不起 他就高兴了 高兴以后超度他就 不是很困难 再来就是要超度 比如说 大杀戮死掉了 比如说这些战争啊 那他们除了想家人 他们有些还超度不掉 就是他的冤亲在主 不放过他 因为他怎么杀他 冤亲在主要 就是要怎么杀他 所以可能就要修私生法 私生法就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 代替他 被杀被杀被杀 当初他怎么杀人 我们就要去观想 就是说你 他一定是用刺刀杀人 他可能用破肚子杀人 他可能用刺枪杀人 他可能用火埋杀人 他可能把他烧掉 他可能把他上吊 就像集中营 犹太人 那我认为做这些观想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修持悲心吧 然后话又讲回来 当你有这个悲心 或许我们没有神通 但是你就会突然 我告诉各位 你就会突然想到这个 这佛菩萨加持 这个叫因缘所生法 你有悲心 然后对方的苦 你就可以突然有个刹那 他是不是被强奸死了 那当然修悲心的禅定 会有神通 这是一定的 因为修禅定必定有神通 只是我们的禅定叫 念一下 大悲无量 就是说你不见得是打坐 就像刚刚各位听到 他跌倒 你就会马上有一幕 他跌倒 然后他可能 一定是撞到头 然后他突然往生 所以他放不下家里 可能他放不下的是感情 然后他一定有一些恶业 那你就一直给他观想 然后给他安慰 给他安慰 他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慈悲心 然后你感受到他的苦 而且你也承认他的苦了 所以然后你就 帮他祝念 帮他祝念 所以有时候也会 有时候我就帮人家超度 莫名其妙 我会想要掉眼泪 或是很感动 原来因为对方知道我是谁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会接受这个感受 接受这个苦 然后来安慰安慰他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那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必须你必须要比较平静一点 平静就像镜子反射影像一样 你要平静一点 去感受到他的苦 如果你有这个悲心 慢慢慢慢你会有的 但是一开始会 可能会感受到他身体的苦 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 你不能说我又怕 我又怕 我又不喜欢 我又排斥 那没办法 所以我有时候 很喜欢去问 我跟这个往生者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 我来超度 所以 为什么我又想超度他 这些意思 就像我讲一个 各位听了会有一点意思的 因为杨洁莫洛杀了999个人 我就一直很天生的一直关心 到底怎么超度他 到底怎么超度他 然后我自己也问了很多个 也没有什么超度 反正每次都几个几个 就一直没有办法全部超度 所以他们有一个共业 所以就碰到杨洁莫洛杀了他 所以当然我对我的心态来讲 虽然他是魔造了恶业 他是被盖杀的 那本来佛经上有说了 刚刚战友有说 佛经上就特别说 这999个本来过去就是个坏蛋 该被杀的 然后杨洁莫洛过去也在佛前有发怨 过去的佛 那时候过去佛就问一说 那些最坏的最糟糕的魔鬼坏人 谁要负责度他 杨洁莫洛说我 这样 被他罚的愿 然后以这个方法去对待 所有被杀的 乃至所谓的坏人 所以被执行死刑的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各位要观想这个悲心 所以如果你有越多的经验 你去帮人家注念最好 误问他怎么死的 自杀死的 被车祸撞死的 火灾死的 每一个都是你将来度众生的助缘 只要你很认真 很认真 像火灾死的 我就不屑点灯 他已经怕灯怕的要命 供水供水 多做一些清凉的功德等等 然后第二次如果还没超度 然后可以帮他供灯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怕了 因为超度也不见得马上就超度 比如说他被火烧得很痛 我们第一次给他超度 可能他现在不痛了 但是他还在轨道 第二次再给他超度 他可能现在自由了 有些是比较轻的人 第三次给他超度 他可能想要升天 但是还不就近 然后再努力 所以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就算去极乐世界 也希望他能够到上品极乐世界 为了要让对方到上品极乐世界 你要有上品的心给他 然后呢 又把功德 念一下 奥奥奥 来不断的给他累积功德 甚至有姻缘的话 就帮他做做真实的功德 所以我很喜欢跟每一个 有姻缘的都做功德 钱多钱少 另外一回事 生生世世跟他们结的这个缘 当然你也可以用法的力量超度它 但是如果你再用一些 为他点灯 为他出钱 祭瓶 帮助什么 你都跟一人跟他结缘的 但是实际上 有没有就近超度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你就一直在培养 一个悲心 一个成佛的质量 一个愿待众生苦 甚至感觉到平等 至他平等 哪一个众生 我都尽力吧 就像我们在超度我们的妈妈 超度我们的爸爸 超度我们的堕胎胎儿 你都会用力的 哎呦 我儿子呢 我爸爸呢 你会出钱的 你也敢为他发愿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 我要强调的是 还是这样来 愿待众生苦 所以我现在比较敢 各位也可以学 这个跟你在家出家 没关系 大家都有一份悲心 就说 你把你的心打开 请跟我来 我进入我的心里面 所以 我很喜欢用心吧 就用心 我那个时候 必须要很慈悲 很柔软 去拥抱他 进入我的心里面来 然后跟着我也可以 那你要敢承受他 但是你越承受他 因为我们各位在 我刚刚在问说 替身修了没有 所以说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 去接受他的痛苦 就像修私生法一样 还要替他受苦 他要被杀我替你被杀 所以各位你在超度猪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观想 我们变成好多的猪 公猪母猪黑猪白猪肉猪 大猪小猪 然后变成很多的猪 一直被割喉咙 一直被扒皮 一直被煮 然后就一直自己一直苦 因为我要代替他们 那这样你就会感动很多猪 而且消除他们被杀的业 然后对你来讲很重要 当然一定会超度很多 但是超度很多又怎么样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猪在被杀 那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但是因为如此 你就培养了很多很多的 跟猪结善缘的悲心 那光猪是如此 所以你每一样要观想 牛也要观想很久 乳也要观想很久 你要观想到有感受 各位这个感受 就像自己会掉眼泪 心也会如刀割 然后因为那个小牛被杀 母牛那个痛苦没办法形容 对不对 就像公儿被杀 那个母儿可以咬蛇自尽的 所以那你要去感受这个 感受这个苦 那对我们就很容易柔软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现在有强烈我执 一般所谓我执 特别是法执 都是因为悲心不够 悲心如果够了 我不敢贪甚吃 众生比较重要 悲心如果够的话 我没有我的法 或个人解脱可言 因为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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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知道这些超度的方法 千万不要老是用在自己的身上 老是在想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有没有超度 我自己的有没有超度 如果你不断的去修悲心 而且真正帮助什么 你在超度自己的 自己的 所谓被你听到的冤心在主 他是真的是 咻就超度了 因为这个强烈的悲心 太强 就像我早上讲的 佛陀的这种大悲心 可以感动 快速的感动 央结末罗 央结末罗 马上放下徒道立地成佛 因为佛陀是用心传心 他不用跟你解释 我想就像夫妻吵架一样 你吵来吵来吵去 讲道理讲不通的了 你真的去爱你的太太或先生的时候 你就去买一个他喜欢吃的 然后用那种眼神跟心态 不是为了应付他 他马上就融化掉了 没有别的 就这样就好谈了 感受先解决了 慢慢谈道理 对不对 你要是感受不解决 你跟他讲的有理 他也跟你说没理 他是为反对而反对 所以我想各位各种的痛苦都去观修一下 地震死亡了怎么痛苦 火灾死亡了怎么痛苦 被淹死了怎么痛苦 不但生的痛苦 他心里在想什么 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接受他们的想法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想法 所以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不然理论上我们可能读了很多理论 或是修了很多仪轨 但是显现不了那个柔软 那个悲心意义就不大 所以我想写字也好 讲话也好 我们唱歌也好 我想唱琴科 唱琴科就是要表达一种真正的爱 里面内容可能我们听不懂吧 因为有时候那些歌曲有时候听不太懂 但是那个感受很重要 所以各位想从现在开始就要把这个感受很强烈的散发出来 散发出来 散发出一个一个慈悲的魅力 一个接纳对方的魅力 一个不太计较的这种感恩的心态 要经常用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要做焉共聚之法 我们就是希望六道众生 都被我们的慈悲感动 何能够归三宝 脱离山土苦 不但如此 我们要布置给他们所要的 甘露 妙药 衣服 他们所需要的 更重要的呢 要超度他 给他说法 这个法很简单 因缘所生法 断恶修善 就这么简单 佛教就 老师说如果你要说最重要的法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上门常作主事说 这是第一个法 那第二个法 诸恶莫作 众善佛行 致敬其事述佛教 第三个 功德力 去净土吧 追求成佛吧 所以事实上是很单纯的 所谓仪轨就把这些精髓写在一起 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要排斥 读经一定要读 但是仪轨要念 念佛一定要念 词咒也要念 为了众生嘛 但是如果你认为说念佛就好 或是修仪轨就好 那你还是强烈的我 这个法职 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 站在自己主观的观念 当然你能够度的众生就少一点点 所以我经常会去问 比如说这十个人在超度 这十个道场 这十个法师在超度 我都会问哪一个超度的多 然后再来 我再来想他为什么超度 他跟他心态有什么关系 原来超度越多的人 他就是越柔软 越接受 越相信 越有悲心 所以他不愿意说我帮你超度 而是我帮你承担 而不是我帮你超度 我帮你超度超不了 超度不了是你的事 但是我帮你超度是现在来吧 跟我吧 你的事情都来找我吧 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时间超度吧 但是你先进入我的心吧 你先住在我身上吧 你先跟着我吧 你不能排斥他 所以我个人对于任何一个要超度 我都认为今日是今日必 这个跟时间没关系 就是说你的一份心 愿意让他跟着你 进入你的心 这样就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你要度不一样的人 为情而自杀的女人 乃是那些 你要观想男相 或是 那你要做不一样不一样的观想 但是我认为这叫方便波罗蜜 这个方便是你自己很平静了 了解吗 平静了 有波罗波罗蜜 然后至少在那一刻很平静 然后去观想 对他好 因为你自己没有欲望也没有恨 你被杀也没有恨 那可以 特别观想被杀呢 你会有恨 但是要观想得很真 你不观想得很真 还不行 好了 然后你就开始为他说法 给他一点功德 点灯 放声 我替你做 就像我们今天的法会 做了这么多功德 这些功德我们回向过以后 那你要观想给他 给他 所以我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要修慈悲心 首先要修忍辱 要修忍辱 叫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但是你要受无量苦 首先你要意念苍生苦 你要知道他的苦 知道他的苦 你一定要了解他的苦 这个各位 你要跟他一样的苦 然后自己超越 你才可以去超度 这样记住啊 跟他一样的苦 比如说我本来想自杀 后来我挣扎过来不自杀 那你这个人最适合超度自杀的苦 这个叫大悲无量禅修 你要 这个无量就是各种众生的苦 你要去体受过 为什么 佛陀要三大二生七节 轮回 不断的去接受所有众生六道众生的苦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真实有这个办法 但是将来还是要的 所以 但是现在至少很认真的 学习倾听 学习倾听 然后把这个苦 纳入到你的心 虽然我们关系有限 但是你要感受到他的苦 所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被强奸 有人车撞死 有人 小孩子死 妈妈在哭 有些爸爸被爸爸骂一句话 抢了手机 跳楼死 你这两个苦 你都要 都要灌修 所以 灌修 然后了解他的苦 然后再带他向他爸爸忏悔 然后也要灌修这个 这个爸爸的苦 有些是小孩子跳下去 爸爸也跳下去 他受不了 现在是小狗在哭 我听了 我听了会很感动 因为我自己是养小狗的 从小 然后养一养 长大又被送走了 我痛死了 这样 因为我妈妈都想要送走 要送走 这样 所以 但是如果 因为我养过 所以我比较 我晚上我都会三斤八夜爬起来 只要狗叫 我妈都没关系 还会回去 都是我在跑 我还好 我有这个 替他们 照顾他们 替他们 所以 听了以后 就像各位在听小baby 在哭一样 来 发挥功德 我向所有小狗亡灵 我妈好 所有母狗亡魂 我妈好 这个叫姻缘 姻缘 他不是随便叫 所以 你要把每一个姻缘 转为一个悲心 然后 这个悲心又不执着 因为我们 我们不是有所求要他 我们就是希望他 离苦 去净土 你给他观想莲花 载着他 先给他安慰 归于三宝 然后 然后呢 地藏菩萨 灭定也 观音菩萨 灭业障 然后 三昧也解 然后他恢复了人的形象 然后呢 给他东西吃 然后带他去 带他去极乐世界 然后就观想来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愿 然后 事实上在治疗自己吧 让自己不舍弃众生 然后也可以 帮助别人 那如果各位经常这样观修 当你在阿弥陀佛 已经具足这些功德 不管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是光你阿弥陀佛的力量 这里面有很多 你所做的 过去所做的 一切功德都是在这里面 因为已经 这个业各位都知道 一个人骗人 他的眼神 他的声音 他的外表 就让人觉得他在骗人 这个是直觉吧 一个人非常的关心众生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 他里面都有这个力量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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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累积这些力量 这些 所以这叫大怨波罗蜜 大力波罗蜜 你有这个悲怨去做 然后你自然就具足这个魅力 这个影响力 就像多少人唱歌 邓立军一唱 大家都听到了 因为他有这个力量 有些人真的是学邓立军的声音 学得非常好 但是总是不一样 甚至唱得比较好听也是不一样 因为有没有这个力量 齐请十方法际 就是说这个齐请 这些众生好痛苦 赶快啊 诸佛菩萨加持 让他们 让他们 不管以成就未成就的一切轮回众生 都能够归丧堡 和不堕落丧的道 都能够真实发起 圆满的菩提心 但是你不可能 你不发菩提心 对方会发菩提心的 最后要注意 为了众生 一定要守护着菩提心 妈妈的心 用妈妈的心去 去感化这些杀人犯 这些要自杀的 这些要杀人的 用慈悲心去度他们 然后加持这些东西 包括 阴供 点一个给我 让你看看 用好的水 空气 火来加持 嗡阿虹变成无量无边 净化坛成变成净土 然后光空 所有的人事物 包括这些物品 都恢复空性 他吃的不会贪 他吃的不会撑 然后变成无量无边 嗡阿虹阿虹 就是说包括你的身体 也变成跟这些 这些死死的干露何为一体 事实上你的身体 就变净土一样 每一个毛细孔 嗡阿虹嗡阿虹 然后呢 这么多呢 开始一一的供养 上供下死 对 众生的上供下死 愿他们的法号 念下来 慈悲的心 愿他们的法号叫慈心 愿他们的法号来 慈悲的愿 愿他们的法号叫慈愿 慈愿也好 慈心也好 希望大家都 归于三宝 真实发菩提心 我想各位一定要感动 感动到你的家人 愿意做菩萨 要感动这些往生者 愿意做菩萨 也就是说 他发起了一个悲心的时候 他可能就可以上平往生 特别是你的冤心在主 如果你的悲心够强 他也可以感受得到 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 因为你的悲心可以感受到 那个磨你给他超度了 你又可以去爱他了 不然他觉得说 他怎么会本来很爱他 很黏他呢 现在看到他就讨厌 哇 这个丢磨 磨就会让伤害你 你想要出家 他让你还属 你想要帮助众生 他叫你不要 你想要爱对方 他叫你恨对 你想要吃树 吃在饱饭天 他叫你吃肉 这就是磨 但是这个磨要小心 过去世的阴言 或现在的一个念头 那你就要超度他 但是超度磨 老实说 这不太容易 你一定要找一个有持戒的人 或是真正有发菩提心的 或是你在那个时候 多念一些菩提心的遗鬼 转 自己要救自己转回来 转回来以后 那磨会被这个 会成为你的护法 磨都是这样的 当他干扰你的时候 被你感动的时候 他就成为你的护法 但是你要把磨操作去净土 那是很难的 因为磨的意志力特别强 所以我们叫想磨 想磨 包括佛陀时代的磨也没有去净土 对不对 佛陀只是想磨而已 佛陀的三个磨你操作 也没有去净土 对不对 因为磨只是用他的意志还活着 然后各有各的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真实的发起 把众生当母亲一样的悲心 愿意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的 愿力的菩提心 所以 你要经常观修这个因果七要义 你才能够真实的拉起 那个我们真的一个利他的菩提心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少许文化基金会 这样的酒铁 外財防部署 不保護署 不保護署 罹難 罵罵 當我從來自殺人的, 但我知道, 我就是會在一起, 從來自殺人的確保了, 因為, 之後,我會把他重新的確保, 上次的確保了他的兒子, 將到達後的確保了他的兒子, 從來自殺人的確保了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